第一支手錶這個是一個灰色的顏色 它的白 第一支手錶呢 第一支這個手錶呢 它的錶帶是灰色的 它不是白色 它是一個灰色的 灰灰的 我希望是讓它比較不會這麼容易去弄髒它 所以我們就可以 第一支手錶 我這個錶帶是買灰色的 因為我不太想要用白色 然後一下子就把它用髒 因為之前有一個G-SHOCK的手錶 它用久它就變成一個灰灰 然後髒髒 然後你很多髒髒的細節都看得到 那我希望灰色 可能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錶帶也不太一樣 它是這樣雙孔的設計 就是一個H型的這個孔 我不知道這怎麼講 反正這個錶帶我特別選這種兩排的 我覺得是比較穩定 因為我上一支藍色的就是雙排的 那穩定非常多 那單排的它還是會有一點微微的 就帶在手上 你還是有微微的晃動的感覺 我不太喜歡 所以我特別找了這個有雙排的設計的錶帶 然後發現它的這個 然後發現它的扣環表 然後發現它的錶帶扣環的這個部分 這個M字型的這個部分 它竟然是塑膠的 就是不是金屬材質的 我不確定它的耐用性 對 那我發現這個M字型 這個扣環的這個M字型 竟然是塑膠材質的 是吧 是塑膠 我覺得還蠻神奇 因為我舊的是金屬材質的 那我不確定 塑膠材質的會耐用性多高 因為它也是一個薄薄的塑膠 我不確定會不會撞到東西 還是怎麼樣 這個東西就斷掉了 不確定這個可能就是要 不要用時間來驗證啦 好然後這個就是 好那這個就是手錶本體啦 OK那這就是手錶本體啦 就是一個大大的漂亮的數位螢幕 這就是我真的想要找的東西 因為我們之前指針真的是有點煩 它還常常會擋到我數字的數字 好啦那我們呢 好那我們基辛 好那就是我們手錶本體啦 有一個大大的全數位的螢幕 這真的是看起來超讚的 OK那 主體呢 主體呢 主體呢就是一個全數位的漂亮的螢幕 這真的是超讚的 就是數字很大啊 整個都對比度非常強 用奇怪的角度也都看得到 真的是超級無敵 霹靂棒 那本體的部分 就是我們這個 表面的部分上面是用一個超級 那這個表面的部分是使用一個全數位的螢幕 就是沒有機械的東西在上面 就是一個全數位的電子表 真的是超讚 這螢幕看起來 對比度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你用奇怪的角度 喔用光線照到它 對比度又會更高 所以你在大太陽下面 因為像電子紙的概念 就是大太陽下面看的還是更清楚 那在很暗的地方呢 也是一樣看不到 那但是一樣 我們這個有一個數位背光 看起來是 沒有到非常的亮 因為它這一隻手錶有藍牙功能 它為了要讓它有一個 兩年的預估的電池壽命 所以它可能就是讓它背光啦 暗一點點 這樣子可能比較省定一點 我也不知道 讓它有一個少量的電池 打不出聲音